陈英潜赖着等30万年终 政院回应辞职何时生效都可领年终 11月24号九合一选举投票大乱 开票开到隔天凌晨才结束 中选会主委陈英潜25号请辞获准 但根据中选会30号发布的当选公告 以请辞的陈英潜休假 由副主委陈朝建代行 在外界质疑是假请辞整休假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也炮轰 陈英潜拖延请辞 是为了爽领30万年终奖金 其实重点在于是因为我们公务人员的年终奖金 办法里面规定 只要11月30号以前离职 就拿不到该年的年终奖金 陈英潜留着中选会主委的这样的身份 其实就为了拿取他12月1号之后的 1.5个月的年终奖金呢 中选会表示 政院已核定陈英潜辞职 在12月3号生效 行政院则澄清 陈英潜是从公立大学 结调来的 即使辞职后 回去任教 人具有公务员身份 不管哪一天辞职 都还是领得到年终奖金 他将辞职日定在12月3号 是为了要工作交接 和跑行政流程 政院也表示尊重 职中心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